接下来咱们要做的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小功能 其实主体功能做错了 还有呢就是一个添加商品的购物车的功能 那么其实咱们这里只是先把这个方法先预留出来 因为咱们是真的这个东西需要去写个模板 需要改模板 因为之后咱们肯定是要将这个商品加在购物车的 怎么加呢 这时候肯定有一个加入购物车的按钮 是不是 这时候点购物车按钮呢 它需要去读取谁呢 它需要用到你这个列表中的ID数据 就用到你当前的SQ的ID 对吧 因为你叫加购物车 你可能告诉他加的是哪个 还有一个数量问题 对不对 这两个数据他都是需要知道的 那么这样一来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后端代码去读取这个ID 我们这里只是模拟一下 并不是真正加购物车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先把这个方法先预留出来 比如说我在这写一个scope .add to cart ok吧 等于faction 这个呢就是什么呢 添加商品的购物车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只是我弹个框就行了 我现在不做具体的动作 我只是先把这个方法先写出来 然后呢 这是alert alert是什么呢 这时候我们先 sku sku的ID 然后呢 加上 加上什么呢 scope.sku.id 这时候呢 我们就能把这个ID给他 那对吧 具体呢 他要干嘛呢 他要去 他要去真正做一个什么动作 比如跳转页面呢 等等动作 需要用的这个值 我只是做一个测试 然后呢 我把这个方法写出来之后呢 我模板是不是就可以去绑 先绑定这个方法了 可以模板绑定这个方法 咱们找到这个加入购物车的地方 加入购物车 在这呢 接下来在这写 nj click 等于 add to cart 然后前面这个链接 你可以先去掉 变成一个星 变成一个景 所以这样一来 我是不是就点击他 就能弹个框啊 把ID读出来 因为我要加购物车 肯定需要用的ID 把这个改完之后 咱们接下来 再重新的来生成 生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 重新刷新这个页面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现在改变一个值 然后点击购物车 这时候呢 他就能把这个ID SQ的ID 是不是我弹出来了 弹出来了 具体的后面的动作呢 就是后边的事 对不对 后边的动作 就是后边的事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动作啊 好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目标你可以去掉 目标先去掉 把这个再重新再刷一下 刷一下 然后他就不让他刷新 是不是弹框 弹框 还是在这个页面上 他没有页面没有刷新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这个代码啊 就基本就完成了 先停下上面的后撤 好 好